孟宏伟裸官多年还想生 被职务安排又回国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上月29日回国后设违法授查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 孟宏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裸官 其部分受贿行为与其在法国的妻子亦有关联 不过 孟希前日在法国否认丈夫受贿 称愿公开银行账户 北京消息透露 孟希格雷斯多年前已拥有外籍身份 这主要得益于分管出入境的孟宏伟协助 孟希与孩子过去很长时间均在境外生活 虽然孟宏伟在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派驻法国李昂 但其家属并非以驻外公务人员家属身份同行 依中共对党政官员的规定 孟宏伟作为裸官 也为自己试图埋下隐患 消息称 孟宏伟涉嫌受贿长达十余年 其妻等家人亦是行贿目标 孟宏伟虽知情但未致止 孟宏伟一归以借退休之灵 为此他在中共十九大后曾为仕途奔波 这次他亦是被以职位安排及会议为邮召回国内 妻皆恐吓来电 对方称曾替孟工作 格雷斯九日深夜在李昂接受美联社访问时称 所谓收贿 只是想长时间关押孟宏伟而罗知的借口 身为他的妻子 我认为他做不到这种事 还称愿公开银行账户 孟宏伟妻子又透露 在接到丈夫刀符号短讯后一周 曾在李昂家中接到恐吓电话 当时他一哄孩子入睡 你想想看 我丈夫失踪了 小孩睡了 我其他电话都不能用 就接到那一通电话 真的好吓人 他表示打电话到孟七手机的男子说中文 透露曾替孟宏伟工作 暗示是中国安全单位人员 男子更称知道孟七在哪里 孟七因担心在国内亲人的安危 一直不愿公开中文名 他说格雷斯是他用了很久的英文名字 这个语音文件有软件Panek 一切都不处认要京or宣服人的 这里的实际上检我 他们剩下了很高的一切